爱的选择本期精彩内容想先看 男嘉宾带着满满的诚意再次寻爱 我希望我们的爱情像花样鲜亮 像鱼样自由 密室女嘉宾为何这样说 你愿意成为我的红花色色吗 男嘉宾 但是那你那么说人身还有菌呢 这是动物吧 你给他走干净了他就没有菌了 他跟人一样 今晚他们迎来怎样的浪漫约会 老年人两个人拉着手上船过马路 约会现场笑料不断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爱的选择 我年轻了十岁 回到年轻的时候 在这个岁月吧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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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看看三年轻 保持良好的心态 积极向上 不要把自己握在家里的 完了过那些无知无味的生活 优惠现场笑料不断 增多精彩内容 见下本期爱的选择 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爱的选择 我是孙霞 接下来掌声 欢迎我们的静恩老师 瑞来 嗨 大家好 上士比奥曾经说过 真正爱情的途径并不平坦 爱的选择选择爱 我是您的朋友瑞来 掌声欢迎小红娘文文 大家好 真诚永远没有错 错的是践踏真心的人 爱的选择欢迎每一位真诚 相信爱 勇敢爱的人 来选择幸福 我是你们的红娘文文 三号欢迎魅试里边的四位女嘉宾 一号女嘉宾你好 我想找一个知心的人 缘我一个灰沙梦 欢迎二号女嘉宾 我是一个爱干净 爱旅游 是一个先不住的女人 我来自谁阳 我叫张少荣 三号女嘉宾你好 我是坚人又勤快和矮的杨贵斌 欢迎四号女嘉宾 大家好 我是既能组内又能组外的台雅英 好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 这位男嘉宾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 而且他也是非常雅致的一个人 并且他非常地爱干净 我先卖个关子 他有两大爱好 不知道您跟他是不是兴趣相同 一会上来的时候 让他亲口来告诉您 那么接下来 咱俩通过照片来练试一下他 小胡子 为什么年轻人爱牛胡子 就是 确实有点年代感愁了 看起来吧 有点滑地形的吧 我发现他这个一出来之后 好像是电影里面的某些形象 年轻人特别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很老成 对对对 但是在老了的时候呢 少要什么沉稳 老要张狂 不知道现在男嘉宾的形象是什么样 来吧 掌声请他上场 大家好 我来自沈阳 叫韩绍文 今年69岁 我喜欢养花养鱼 是我生物中两大爱好 我希望我们的爱情 像花一样鲜亮 像鱼一样自由 那个时候瘦 现在有点胖了 吵得挺酷的 男嘉宾刚下我们看您照片的时候 您这个头发和胡子都非常的茂密 除了这个年龄之后 胡子和头发都没了 对 都掉了 我头发是年轻的时候 头发是细 勇 长出的头发都是卷 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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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脑袋不长毛 热闹 脑袋不长茬 现在的头发就是 仔细性头发就仔细不都没有 但是您说了嘛 刚才介绍您的时候 也是说您特别爱干净 对 就是家里地上一块头发都没有 真干净 非常干净 不是 你想要让她有头发吗 那得有女士来呀 没有头发感觉有点发土 戴个帽子也不就好 戴个帽子也许能好点吧 不记得了吗 叔叔是我们人气嘉宾 老朋友啦 来过多次 而且上次在爱的选择还牵手过 是吧 叔叔 在这个舞台上没有牵过手 在舞台上没牵手 但线下也牵手了 我们爱的选择某一位女嘉宾 对不对 在线下牵过两个 牵手两位 一个也就是 挑一个也就是一个多月吧 第二也是 一年多吧 牵手一年多 这也是缘分不浅呢 是不是 今天来到这儿 绝对是一个单身的身份 男嘉宾 家里养了很多的花 是不是 对 我喜欢养花 养多少盆 养了盆的不少 其实养的花以后 养到上三亚去了两个月 花几回死了一大半 所以说家里现在是花盆比较多 对 花盆多了 像花不多了 他去三亚区当护花使者了 身边有一朵花 然后把家里面盆里的花全凋谢了 会不会有这样一个说法 是如果男人爱养花的话呢 其实就比较怀心 没有护身 没有这种花 是 喜欢花 对 特别养花 是吗 人是凡是爱养花的男人 咱不说女人 男人是特别有责任心的 而且特别有耐心 因为如果要是像咱们大哥 人不在家里面 那没得说了 如果在家的话 这个花一定是特别茂盛 而且长起来是此起彼伏的 所以这个责任心和耐心 养花的男人一定具备 对 养花人都有细心 耐心 对 爱发育一定养不了花 我家宾养不了花 男嘉宾是属于在关键时刻 还是把你当成心中最美的花 其他的真花都不管了 来吧 接来多短片了解一下他 18682号韩先生 69岁 沈阳人 丧偶 企业退休 儿子已婚 前期说话我不懂 花鸟鱼虫我在行 大家好 我是韩少文 来自沈阳 今年69岁 都说喜欢养花养鱼的人 一定会热爱生活的人 没错 我就是这样的人 叔叔 你养花多少年了 我养花那有最少十年吧 这花反正是得上这点了 因为上山亚去了两个月 死了不少花 那块都是死花了 上了花盆 这是玻璃脆 那这是什么花 这 我养这个是玻璃脆 就是麦头黄大肩板 叠茶这个就是这种 这是汁的 这汁是最难养的 这是臭球 这臭球开花好看 就是一碰这个味道不好 花开还行 每天看着花花草草 心里特别舒坦 看着小鱼游来游去的 我能看上半天 不过未来的老伴 别怕我会冷落你 我会把你放在第一位 我在山上有一套房子 五十多平 够我们和未来老伴 足够生活的了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如今的我有了稳定的退休金 足够支持我未来的生活 我希望未来老伴 是温柔善良的 和我在一起 一定会让你幸福的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看看密室里的女嘉宾 有没有跟你有共同爱好的 好不好 来 联系密室 我看到这个男嘉宾养花 你养的花都是什么种啊 草本木本啊 木木花 草花基本不搬养 我也喜欢养花 很多人都喜欢养花 但是会养花的人不多 养花讨厌青草 大部分爱花的人心都心 所以说咱们给爱花的人呢 都取个称呼叫护花使者 你愿不愿意他成为你的护花使者 愿意 你愿意成为我的护花使者吗 男嘉宾 这个问题我见面再闹吧 留个悬念是不是 不是悬念 没看着也没听着 没了解也不敢 那你也不要请我上去 我能上得去吗 也就是说您能不能回答 他必须先见个面 可以 但是怎么才能见面 你让他上来他才能见面 懂了吗 人家暗示你了 明白了 好吧 来 二号 女嘉宾你好 身高能有多少啊 身高一米七一 还可以 那个今年多大年纪 六十九周岁 还行 跟我挺般配这个年龄 我是六十起 我身体好 我没有啥病 完了性格开朗 热爱生活 以此是以此 你敬我以此 我敬你一炸 性格怎么样啊 脾气急不急啊 我性格怎么说呢 性格比较不错 但是作为人来说 都有个脾气 看对谁法 我对女人从来不发脾气 我还得问男嘉宾一句 我想了解一下 你喝大酒吗 不喝大酒 喝小酒 喝皮的 喝白的 喝白的 一天喝几次啊 一天 不是一天喝几次 有什么事喝二两 没事不喝 那挺好 那个男嘉宾 你一周能喝几次吧 一天喝几次 一周 一周啊 冬天喝的 一周能喝两三次 因为天冷嘛 有点小菜就喝点 没有菜就不喝 漏了 他说有人才喝 这会儿有菜也喝了 抽烟吗 不抽烟 不抽烟 不抽烟还好点 好了 喝点小酒还可以 可以是不是 好的 大酒不行 我是三号女家庭 那个男嘉宾 你平时怎么保养 您确实是比实际年龄 年轻很多 我这人从我总是上学到家讲 从来没干过累活 其实一直干 在农村讲的效果 就没爱多大累 最后再 是懒吗 不是懒 不是懒 就会干窃活是吧 不是干窃活 就是怎么说的 命案排就安排得定了 主要是 看上班 当民伟教育分队 这个转转队 看清 看水 最后再 没啥体力活 食堂 跑外 所以说这个命运 对你也太眷顾了 对对对 但是我这一生的命运上说 没有什么 坎坎刻刻 没有什么大困难 这是平平凡凡的 顺着就过来了 所以说 这个年龄是老伴在三年前 就是得了脑周走 就是给我最大伤害 最大痛苦 所以说 他的年轻 他的意思是 源于他的一生很平淡 也没遭过罪 是不是这意思 对 其实叔叔表达来表达去 就是证明一点 叔叔心态特别好 然后性格还随和 跟这样人在一起生活 您不会累的 再者了 阿姨 你就算是把活都给叔叔 那叔叔也是一把好手 也不会挑泥泥的 好嘞 这个三号女嘉宾 就问了这一个问题 再往下 没有了 咱往下顺 四号女嘉宾 你好 你那个在哪退休的 我在小阳机车车能场 我知道了 铁路部门 对对对 这个您问的这个问题 是想探一下 他的退休金吗 退休金多少 十块 我最近三千三 因为我是07年 特成功退下来的 退的时候也得开一千多块钱 到现在开三千多长 三千 你那个喜欢 通常喜欢养鱼养花 对 那你要找老伴 还是鱼花重要 还是人重要 人会重要 对 人重要 您会强行不让他养这些东西吗 那倒不能 我也喜欢这花 喜欢鱼 这个东西不养也可以 我觉得对花儿上山回来以后 对花儿没什么高兴 有耐心 你喜欢小动物吗 不感激不卫生 第二次丢了也伤心 死了也不养 那你 所以说我冲着不养 那你还是挺有爱心的 我是爱心的 那个猫狗都是 骗吃骗喝骗感情 所以四号女嘉宾您会养吗 我会养 但是一窝一窝都得送给人家 您不是一只一只养 您都一窝一窝养啊 他养完了 他怀孕下杆吧 就得伺候他 行不行 我到现在 你送月子 不是当养的太动物 到时候呢 还要养上个人身体最好 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 那个动物身上都有菌 但是 那你那么说 人身还有菌呢 动物吧 你给他送干净了 他就没有菌了 他跟人一样 那你这么大事呢 这个多累啊 那 你不是享受晚年的时候 现在不是遛猫遛狗 现在不是咱们遛他 而是他遛咱嘛 找钱你不下楼六 那不对 我没有猫狗 我两天就是散步的 最少得上我两万多步的 阿姨你往东走 叔叔顺着你走 你还反过来往西走 他说东你说西 就是你可爱顶人了呢 你肯定是挺有个性 挺爱撒娇的一个人 对 我觉得夫妻之间 打喝嘴仗也行 那跟男嘉宾第一轮的 这个交流已经结束了 那男嘉宾要从四位当中 选择出一位 到最后男嘉宾 你要做出你的选择了 男嘉宾会选择谁呢 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爱着选择 我在这里等你 两人谈起这个话题 难道是想牵手的节奏 老年人 两个人拉着手 上船 过马路 在这个 选择吧 走走组合大小和山 看上去行 怎样的缘分 让他们在这里相聚 所以应该叫做洗成日 洗服地点 一眼的大很专业 不要走开 广告很短 稍后更精彩 放入小汤 大饭 洋铜下锅 炸香牢猪 放入密质大量 熬制好的月油 放入带鱼中段 现代化工艺 高温加压整煮 一道五香带鱼罐头 立刻成为餐桌上的主角 五香带鱼 是渤海湾的一道名菜 为了让千里之外的人们 吃上新鲜的带鱼 鱼民将心捕捞的带鱼 古法制作 结合现代工艺 制作成五香带鱼罐头 那今天呢就是为了 让我们的老百姓 能吃上传统的美食 五香带鱼 我们的鱼民 把新鲜捕捞上来的带鱼 经过到了传统的工艺 做成了五香带鱼罐头 我们拿出来 放到盘子里 给大家来看一下 每一块都是完整的鱼肉块 一块能装这么一小盘子 太实惠了 可以看到 每一段的鱼肉 都是非常完整的 而且鱼肉非常的紧实 可以看每一段 全部都是一柳一柳成型的 包括到了肉质来说的话 是非常非常的鲜嫩 你看我们的产品 经过高温杀鱼以后 这个骨头非常的酥软 你看拿手一捏的话 都成泥了 这样的话老人孩子 吃着我们的产品以后 不会有卡刺的现象 北枝屋五香带鱼罐头 真材实料 枝取带鱼中段 营养丰富 肉质鲜嫩 鱼骨酥软 百搭下酒下饭菜 现在打进电话 一百九十九元 三十罐五香带鱼罐头 让您带回家 机会难得 抓紧时间品尝一下吧 真的是太好吃了 都不想说话了 这样说吧 这个鱼肉吃到嘴里 没有任何的鱼腥的味道 而且一咬 它每一口的肉质都特别嫩 并且特别的紧实 非常非常的鲜香 而且鱼骨鱼刺都已经酥化了 越嚼越僵 所以老人小孩子吃 也不用担心卡嗓子了 很好吃 这天是越来越热了 不愿意下厨房做饭 这北之屋 无香带鱼罐头 打开一罐就是一道菜 我眼神不好 不敢让孙女吃鱼 就害怕挑不干净 打着孩子 这下好了 有了北之屋 无香带鱼罐头 鱼刺鱼骨 都是酥烂的 随意吃 人家鱼民搞活动 多合适啊 这北之屋的带鱼罐头 确实好吃 五香味的 每次一罐方便 还不浪费 鱼刺鱼骨 特别酥烂 打开就可以吃 是下牛下方的好份 原价199元20罐的 五香带鱼罐头 今天打进电话 199元30罐 五香带鱼罐头 让您带回家 保定您吃到的 每一口鱼肉 都是来自渤海湾的 纯天然野生带鱼 机会难得 抓紧时间品尝一下吧 爱的选择 等你来选择 男嘉宾 您最终的选择是 一号吧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一号女嘉宾 我叫宋彦 我今天来这里 是寻找幸福的 谁看着我就跟我走吧 您手里还拿了一堆照片啊 这是旅游的时候照的 是 哪都走 就爱走 这都是安护 这个水里洗的 当我呢 女嘉宾拿这把照片 是在跟您分享她的过往 她也希望有另一个人 跟她一块去到这一些 非常美丽的祖国大好河山 去享受生活 对不对 来吧 那女嘉宾平时生活当中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咱看看大朋友 14001号宋女士 64岁 沈阳人 离异 企业退休 儿子已婚 大家好 我叫宋彦 来自沈阳 我是一个温柔相会的女人 我唯一实在 吃苦很干 这些年做过很多工作 过去我做过 烧水电汗 开车 卖煤 开服装厂 做了很多工作 为了挣钱嘛 这几年因为竟忙着赚钱 也没有什么爱好 最大的爱好就是旅游 长江以南都走过了 下一步我想上西藏去看一看 体验体验也整嘛 生活就要丰富多彩 所以我不跟团柔 不跟旅游团柔 我自己走随便 而且旅游的质量还好 你别看我爱旅游 我绝对是一个勤点吃家的女人 平常喜欢在家做做美食 收拾收拾屋子 我特别喜欢爱的选择这个节目 真实可靠 我相信她一定能帮我找到可爱的 可信的另一半 我理想中的另一半 不需要多富有 只要你拥有一颗 真诚带我的心就足够了 你是我爱的那个他妈 爱的选择我来了 好 女嘉宾您说话慢悠悠的 但是您看您曾经做过的工作呀 都是男人骑着咔嚓做的 水电汗 开汽车 卖煤 卖煤 这都是不好听话 老爷们才能扛起来的事 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 最后终于到晚年生活了 就喜欢旅游 我想问一下女嘉宾 您在旅游的过程当中 你都遇到没遇到 很让你扎心的场面 就比如说 人家都一对一对小夫妻去的 对我刺激最大的就是 老男人 两个人拉着手 上船 过马路 这些现象 互相搀扶着这个画面是吧 所以说您是特别希望 能够和另一半去走的 男嘉宾对旅游感兴趣到什么程度 做点饭 两人一块吃 吃完了以后 咱们出去溜溜玩 溜到六七点钟 回来一起看电视 一睡觉 是 在这个市 走走组合大小合餐 看好上去行 人家呆着也没啥意思 走走是最好的 冬天上南方 这个溜到六点 我想这个九寨沟成古四川 什么三亚我都去了 而且我还可以出个主意 我们阿姨有车 你还可以就进自驾游呢 是不是 自驾游开车呢 对啊 就他们的性格适合开车吗 还是性格 身体状况能靠着呢 好 来二位 彼此打个分数吧 首先男嘉宾跟女嘉宾打个分数 95 女嘉宾跟男嘉宾打个分数 96 90 太温柔了 请坐 来慢慢聊 有请二位 我以后都会把这个感觉就最好的 人家住什么店 狗丝附近 狗丝 狗丝 哪有狗丝 铁锡狗丝 来话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男嘉宾的感情经历 男女嘉宾背后有着怎样的情感故事 该口就得口 该话就得话 那都是小事 你不给我买 我自己买 只有一个胸罩 一个空障 我没说过 就是我心里边特别想啥 他心里边能明白 即使说经济条件不行买不上 那把话说给我听 让我感觉到也舒服 不要走开 广告粉短 稍后更精彩 颈椎病反复发作 快用快轻松 颈椎病病在颈椎根在肾 快轻松排健康胶囊 针对颈椎病反复发作问题 创新双重疗法 补肾活血 从根源上治疗颈椎病引发的 头发晕 手发麻 脖子僵 肩背痛 颈椎病就用快轻松 今天我们来到了广东江门 这里的海边拥有得天独厚的贪图 和红树林资源 非常的适合放养海鸭 鸭子在红树林里都是自然放养的 吃的是小鱼小虾 长的速度自然就很慢 产蛋量也低 但是营养很高 而正宗的江门海鸭蛋呢 就是选用这些生长在海边 自然散养的海鸭产的蛋 烤制而成的 江门海鸭蛋蛋黄有松沙质地 吃在嘴里细腻爽滑 口感咸香 却鲜少被人知道 今天呢 我们给大家来尝一尝 这广东江门的海边美味 喷香流油 营养丰富的烤海鸭蛋了 那泛着油光的咸蛋黄 真是让人垂涎欲滴 广东江门红树林烤海鸭蛋 厂家搞活动 原价一百九十九块钱一箱的 导弹先生烤海鸭蛋 现在打进电话 买两箱送两箱 你没有听错 买两箱送两箱 总共四大箱 只要一个电话 个儿大流油 鲜美纯香的海鸭蛋 就能免费送到家了 这导弹先生海鸭蛋 真的很不错 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干净又卫生 我平时啊 就喜欢喝个小酒 吃个海鸭蛋 味道很香 油也很多 还有一点淡淡的海鲜味 一掰开啊 各个爆油 鲜香美味 真的很好吃 现在人家厂家搞活动 一百九十九元 四箱烤海鸭蛋 这么多 真的太实惠了 天热了 不想吃饭 这烤海鸭蛋下饭 咸蛋适中 营养丰富 吃到嘴里啊 有很浓郁的海鸭蛋的蛋黄味 吃起来啊沙沙的 像吃豆沙一样 特别的香 没有一点点的腥味 吃了还想吃 趁着这个活动啊 买两箱送两箱 我呀就多买了几箱 送给亲戚朋友啊 特别的合适 萊华杰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男嘉宾的感情经历 我以前几次下乡时认识的 他温柔善良 形象也好 一时不久就结婚了 混合生活也很幸福 我的前妻是多差多异的 他爱好文艺 喜欢唱歌跳舞 唯有我们能白头到老 走到最后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2019年 他得了脑癌 离我而去 我伤心欲绝 在孩子的陪伴下 我走过那段痛苦的日子 如今随着年龄增大 我想要有个自同道合的伴 陪在我身边 如果你和我在一起 我能像照花和照鱼一样 热情地保护你 爱护你 男嘉宾呢 因为每一个来到我们 节目当中的女嘉宾 对男士都提出一个要求 就是说希望男士会过日子 我想问一下 您养花 养鱼啥的费钱吗 不费钱 您是会按照自己的这个收入去买呀 还是说我瞅这个花好 不是 瞅那鱼好 我就立刻必须买 我就拿一种花做例子吧 我买这枝子 从开始买买完了长大了 我用枝子剪枝擦花再活 一点月发展 就是你享受养的那个过程 对对对 那您是属于抠门那种吗 该口就得抠 该花就得花 我想问一下1号女嘉宾 您觉得什么样的男士 您能区分好抠门 和会过日子的这个分别吗 能 那您说说 要我说我还就说不好了 我一看就知道这个人 你做法是正确还是错误 比如说哪些事你一看完了 今儿太抠了 这日子过不了 以后我跟他摘一块 就得遭罪受穷 比如说这个东西 确实是咱家需要的 那多钱你得花 咱家不需要这个 有也行 没有也行 你非得要扔 那何必要自己烧醉呢 那就比如说 刚才咱们4号女嘉宾说了 那猫和狗能够带来快乐 家里必须有 那这两年在我面前待不了 我跟他生活不到一起 就是那肯定接受不了 是吧 如果您要是说 您喜欢一件衣服 让他给买 您看他舍得给买 您不能太多 您不能太多 您这个年龄能买太贵的吗 三八二百多 比如说您说一个生活当中 必须需要的 如果这男生没买就是抠门 就那行列里的 比如说电视 比如说沙发 比如说床 比如说那不价格都有 那不不是必须品吗 所以这些必须品 就能够满足你了 我就是认为这个是必须的 对 就如果男人在这方面都抠 那算抠 你要买这些衣服 二百块钱不给你买 那都是小事 你不给我买 我自己买 舍不得给你买好吃的那种 我就买那个八桌菜一碗 那就抠门 那在你的印象当中 没有抠门的男人了 那个我不太计较 但是我能感觉到 你对我重视还是不重视 就是不在于买多少东西 是吧 对 是哪个我都关心有多少 男嘉宾 您这个评价自己 是属于会过日子的人 还是抠门的人 抠门的谈不上 会过日子也谈不上 按照自己工资去计划花 就可以了 那你评价女士呢 什么样的女士算会过日子 评价不好 这个没有一定的定律 没有一定的什么说法 像他所说的 该花就得花 必须花就得花 不花 就是不得花的东西吧 人家花的东西浪费 有一位女士 和一位男士第一次相亲 结果两个人坐在那儿 男士点的菜 并且还点的非常少 都没吃饱 这算男士抠门吗 不算抠门 就是照顾走到 不会办事 对 不会办事 但是他心里是想 好一会跟你见面 不可能给你吃太贵的东西 请人吃饭 必须达得你满意 你的目的是没达到 你没达到对方这个要求 你可以带我出去吃去 但是吃太贵了 三十二十十块八块都能吃吧 买对的 买点面条 一人一碗面条 几块钱 十多块钱 完了说咱们今天 一人来碗面条吧 哎 讲话咱们不是一样 空肚子走 是 那就会过日 是 那会办事 那我跟你学过没 那就是一点外场都没有 那都不要捧 没有外场 叔叔之前谈恋爱 谈一个女朋友 那几乎在他身上花老多钱了 旅游各地 他爱旅游啊全都他出的钱 那你说他能算抠吗 他太大手大脚了 没啥心眼子 俩在一起了 要谈感情 用什么去谈 用真意心去过 真意心对人间 真意心怎么对待呢 就用钱 没有钱 你谈不了这个感情 这种钱能表达你的感情 对对人的这个表达 你谈一回这种观点的人 是不是 咱看密室里的女嘉宾 对下来的男士 是不是有好感 来 连线 这个吧 不算什么口 那个 只能说男的 那个 有个没事 你要是说出去约会吧 吃点饭 男方花钱去哪 请个女方吃点饭 这是正常的 那个 都是咱们这个年龄的人 都会过日子 说起来的话 也用不着大手大脚的 画个一百二百的吃的饭 说起来的 就是说的简单点 也可以 就是不用铺掌浪费 我认为是这样 那你觉得抠门和会过日子 它矛盾不 矛盾 嗯 也矛盾 他会 就是比如说这个抠门 和会过日子 得划分明白了 是不是啊 对 而且每个人心中有不同的这个标尺 您跟我说过 您觉得哪是哪一种抠门 你接受不了 他就不是会过日子 比如说 咱们出去留的 约到 约十点出去玩去 他要是说的 咱们十点见面 或者九点见面 留的一个点 俩点的 完了就 各回各家了 就是 连的饭都舍不得给你吃 你讲话 那就是属于抠门的 那如果真的两个人在一块了 完了一堆朋友出去 他说的 哎 等会我给你们买 一人买瓶水啊 胡拉加买一堆水 买一堆雪糕 买一堆吃的 你会觉得去拿 你干啥呢 我老公 就这么实际花钱呢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会 所以说 这度一定要把握好 对 会 因为啥呢 你一个月就挣三千多块钱 咱不是什么大的老板啊 大块啊 咱们出去 实际请客 给你花钱 咱们得 你 单了单了自己要包的一点钱 你说在的 要是跟自己的知心朋友出去玩去 杀人打人的话 今天你花点 明天她花点 那都无所谓 你要是说的一帮人完了 你就那么请客 我觉得是不太合适 嗯 我是做不到 你有点抠啊 姨 我也抠 我也回国日人 但是吧 男嘉宾你觉得女嘉宾算是抠不 看情况嘛 不一定什么 就刚才他说那事 反正引毒啊 这也不好说 买雪糕买水吃都没事 要请吃饭一顿两顿啊 可以 对 要是时间长了 你说你老那么花钱 有点太大头了 对 你知道有一点抠门是什么 你自己不花 别人也不给花 这是真的抠门 但是如果要是说 真的会过日子是什么 一定是让对面的人 感觉到舒服 该花的时候一定要花 因为这是属于礼尚往来的 一种礼节 咱们女嘉宾一直没这声 你对这个抠门是什么 不太在意是吧 就是对你稍微抠点无所谓 啥都想 你抠不 我不抠 你就是比如说对方 你想给对方买衣服 一般都买几件 一次性 怎么一单两三件吧 两三件 男嘉宾这算出手大方吧 怎么说呢 看你需要不需要呗 你要是需要买可以买 你买那里还是水浪费多 买给你买一件事 所以说需要来是不是 对 如果会过日子和抠门 这个真的是在于你恋爱期间 和婚姻期间 如果婚姻期间 你要是会计划 能够做得很好的话 你们的生活会过得有条有理 但是如果谈恋爱期间 因为设计不到鸡毛蒜皮 柴米油盐 那你可以有一些花钱 愿下的一些表达 这一点也是有区分的 那么女嘉宾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感情 才让她对爱情不敢去奢求呢 来 咱们看一下 我和前夫是经营介绍认识的 我和他认识几个月就结婚了 那时候我养大车 到了二十七八岁该结婚的年龄 我对他也不太了解 但是也就马马虎虎地把这个事做了 正是这段缺失的了解 造成了我婚姻的悲剧 婚后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 第二年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发现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口 他从来没给我花过钱 大钱小钱都没花过 这一点我受不了 都说家汉家汉春衣吃饭 他的做法实在是寒了我的心 我决定跟他离婚 离婚之后我只有不断地挣钱 工作才能让我再次忘记 伤心的往事 如今时过境迁 孩子都有了自己的生活 我也想为我的晚年生活考虑考虑 今天来到爱的选择 你会是那个他吗 来这个话题我没想跳过去 没想到您就是一位第一位 你的丈夫抠 你在跟他离的婚呢 抠的啥样啊 就是一个胸罩 一个裤头我没穿过 就是他不给你买 你自己可以自个儿买不 我自个儿可以可以自己买 买完他生气不 我也不观察他生不生气 那你就自己买 那时候特别忙 我没有时间想 那你为啥非得让他给你买呀 这心肯定个别的呢 他能给你花钱呢 对 你买是你心里 我在你心里 你心里有我 你不给我买 说明我在你心里 一点位置都没 你是结婚之后他嫁婶的 结婚之后 我才想这些事的 你就想一会 连个真别人都没给我买 你对我太抠了 就值得离婚了 感情也没出现问题 人家没给你买东西 就说明他心肯定没在你身上 对 前在哪 心在哪 如果对方也啥也不给你买 你不调了 那我调 那我调 那我也不能要这样 你看啊 这个在我跟他到一起结婚之前 我现在就能想到这些事 我以前没去想 没去想 结完婚之后想晚了 现在你就想 你现在就把你的要求说出来 对对方有啥期望 就是我心里边特别想啥 他心里边能明白 即使说经济条件不行买不上 那把话说给我听 让我感觉到也舒服 女人心就得猜 你别猜 你不了解女人心这个不行 你太 心界太高了 但是他这个问题我总觉得 俩都结婚了 这就买这个意思东西吧 是你掌握钱自己可以买 因为我是男同学嘛 其实阿姨当时是养大车搞运输 我认为他亲夫当时找他的时候 也是图了我们阿姨条件 总觉得阿姨 你这个女的还挺能干 长得也行 挣钱也批我多 我认为那个男的 本身找你的时候 他就揣着心眼呢 他总觉得 你批我有钱 为啥让我花钱 你这样说得这么对 因为我可瞧不起这样的男人了 你有些是你的事 我离完婚之后 他的 现在叫鬼蜜吧 把这话偷给我了 当时人家就觉得你有钱 你有钱是你的呀 他表达阿姨也不能看你有没有钱呢 他看我有钱才跟我处理 当初我没放在身上想 造成我离完婚之后 我都不敢搞 嘴再会说 他实际行动 他坐到那儿来 再会说一次 你那家人有多少钱呢 就你的钱能多到 对方图你这钱跟你吗 能多到这种程度不 能 所以说你不敢说 你用此理 你不透露你真实身份 你还要扩杂的 那不是 如果我对我的毛病隐瞒了 年龄隐瞒了 这是我 病案 这个眼睛不实在 前一事我告诉你了 对你有可能误导了 我愿意告诉你 这也很正常 我不愿意告诉你 因为过去的是过去的 我自己的 咱俩在一起相处的 这个我愿意跟你花 这属于的 对不 这不算我支持 对不对 那我自己的原来的存款 我也不止你的 我也不止哪的 咱俩新建立的 这个可以共同 我是富婆也好 穷婆也好 我不会向你提出一些 你接受不了的条件 不是就你 就任何人 我都是这种态度 男嘉宾 他向你野蛮 这也能接受得了吗 你会外门倒洞的 去打听和猜吗 你不会猜吗 是不是呀 这个问题吧 我总觉得吧 按我条件是不可以 不可以都不能隐瞒是吧 好 我想问一下 民室里边的九亿女嘉宾 是不是都怕男人奔你钱去 对 是的 你好 您是几号女嘉宾 我是三号女嘉宾 所以你很有钱是吗 我没有钱 那你还怕啥 那你会奔男方的钱去吗 我不会 我是就是 只要男人 老实补实 算你妈给过日 两个人能合得来 身体好就行 如果对方 其实挺有钱 但是就告诉你 我一月就两千多块钱 但是存折力有钱 外边也有钱 然后没告诉你 能接受不 那能接受 也能接受 对 就无所谓 咱们不是奔的钱去的 是奔严去的 所以说你不认为 这是一种欺骗是吧 对 你支持女嘉宾 把她的经济实力演示一下 你这个行为 你能理解不 理解 支持是吧 理解 好嘞 当小的这日子过得 有点像侦探品 对于这个年龄段的 中老年人来说 如果要是对方 有所隐瞒自己经济实力的话 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在这个阶段 自己之前的财产 那就是之前的 和后面再长到老伴 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我们在法律上也是这样的 有一句话大哥刚才说的 就是说如果找到老伴的话 那就是出钱吗 要表达对他好吗 其实你说这句话的话 有的时候一听 哎呀觉得很刺耳啊 你为什么一定要用钱表达呢 但是你话又说回来了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给你花钱的人不一定爱你 但是爱你的人 一定是为你花钱的 所以咱们一号姐姐 在上一段感情里面 没有体验到这样的一种情感 所以她希望能有一个人 真的对他好 但并不只是为了钱财 可能女嘉宾的这种选择 是为了希望能够得到真爱 这也是她的一种 为人方式 处世的一种方式 男嘉宾呢 如果她不是处于 肆于恶意的话 我觉得没啥接受不了的 对不对 来吧 接下来 二位来到我身边 来有请 好的 接下来 我们女嘉宾先稍后休息 咱们一会儿见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的 那么男嘉宾 你还有一次选择一位女嘉宾 你会选择几号女嘉宾 女嘉宾出登场 勤劳苦实性格惹人赞 保持良好的心态 积极向上 不要把自己窝在家里 玩得过那些无知无味的生活 含起情感 还有这怎样的辛酸过往 我没事我就自己溜达 有的时候做好饭以后 我自己端起来饭 然后就在这儿就苦 就觉得太难了 太苦了 每个人在生活中 叫自己的鬼子 晚上会一天 五点钟必须起床 我们起来 俩人出去溜达 里面有点菜 回来以后做点饭 完了俩人一起吃 吃完了以后 休息休息 看看电视 完了晚上吃完饭 我们一天两个饭就可以 不要走开 广告很短 稍后更精彩 放入小汤 大饭 洋葱下锅 炸香牢猪 放入蜜汁大量 熬制好的热油 放入带鱼中段 现代化工艺 高温加压蒸煮 一道五香带鱼罐头 立刻成为餐桌上的主角 五香带鱼是渤海湾的一道名菜 为了让千里之外的人们 吃上新鲜的带鱼 鱼民将心捕捞的带鱼 古法制作 结合现代工艺 制作成五香带鱼罐头 那今天呢 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百姓 能吃上传统的美食 五香带鱼 我们的鱼民 把新鲜捕捞上来的带鱼 经过到了传统的工艺 做成了五香带鱼罐头 我们拿出来放到盘子里给大家来看一下 每一块呢都是完整的鱼肉块 一块能装这么一小盘子 太实惠了 可以看到每一段的鱼肉都是非常完整的 而且呢鱼肉非常的紧实 可以看每一段全部都是一柳一柳成型的 包括到了肉质来说的话呢 是非常非常的鲜的 你看我们的产品 经过高温三菌以后啊 这个骨头呢非常的酥软 你看拿手一捏的话都撑泥了 这样的话老人孩子 吃着我们的产品以后 不会有卡刺的现象 北枝屋五香带鱼罐头 真材实料 只取带鱼中段 营养丰富 肉质鲜嫩 鱼骨酥软 百搭下酒下饭菜 现在打进电话 199元 30罐五香带鱼罐头 让您带回家 机会难得 抓紧时间品尝一下吧 真的是太好吃了 都不想说话了 这样说吧 这个鱼肉啊 吃到嘴里 没有任何的鱼腥的味道 而且呢一咬 它每一口的肉质都特别嫩 并且特别的紧实 非常非常的鲜香 而且鱼骨鱼刺都已经酥化了 越嚼越僵 所以啊老人小孩子吃 也不用担心卡嗓子了 很好吃 这天啊是越来越热了 不愿意下厨房做饭 这北之乌 无香带鱼罐头啊 打开一罐就是一道菜 我啊眼神不好 不敢让孙女吃鱼 就害怕挑不干净 打着孩子 这下好了 有了北之乌 无香带鱼罐头 鱼刺鱼骨 都是酥烂的 随意吃 人家鱼民搞活动 多合适啊 这百之乌的带鱼罐头 确实好吃 无香味的 每次一罐方便 还不浪费 鱼刺鱼骨 特别肃软 打开就可以吃 吃下就下饭的好菜 原价199元20罐的 无香带鱼罐头 今天打进电话 199元30罐 无香带鱼罐头 让您带回家 保证您吃到的 每一口鱼肉 都是来自渤海湾的 纯天然野生带鱼 机会难得 抓紧时间品尝一下吧 好的 那么男嘉宾 你还有一次选择 一位女嘉宾 你会选择几号女嘉宾 二号 二号女嘉宾 好 接下来 咱先通过大屏幕 认识一下她 男嘉宾 如果你看了照片的话 你觉得她是什么样 性格的一个人 这挺活泼的小妙 我感觉也是 非常的活泼的爱情 你发现她的眼睛没有 特别有灵动感 是不是 咱们看这边上 这两朵小花扎在那 但是你会发现 眼神会传递 一个特别跳动的感觉 男嘉宾首先第一点 就确定说这位是一个 非常活泼开朗的一个女士 那一会儿上台的时候 咱们就确认一下她的性格 看看二位是不是亲友灵心 一点通 掌声就请女嘉宾上场 表现挺好 表现挺好 怎么样上近距离一筹的男的 太行 你能同意啊 我能同意 主持人好 男嘉宾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张少荣 我非常可爱 渴望爱情 我也想在这个平台 找到我的另一半 姐姐 你脑子反映 就是受点刺激没 谁啊 你啊 我受啥刺激呀 你原来说话就这么慢声慢言 我像你们的网 要不然叮叹响响的 我不会 干活瘦瘦瘦 我不会 我得一点一点走上去 我受啥刺激 我受啥刺激 你嘉宾这小裙子太漂亮了 人是一马上按的 在这个年龄的人 他们活得很精致的时候 就非常的羡慕 就无论时光怎么流逝 他们都希望把美留在自己的身边 真的 你这小裙子是 自己进行挑选的 是吧 对 这当然一个 渴望生活吗 渴望幸福 像一个冰雪小公主 对 谢谢夸奖 我想问一下 就当你穿上这身礼服的时候 照镜子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年轻了十岁 回到年轻的时候了 就这种心态也不一样 是吧 对 所以说你总没总结出来 就是有时候穿衣服 并不是为了取悦他人 是吧 对 自个儿看着也舒服 也得劲 他得早点早点早点 你还得早点早点 不安分 啥得好 今天是不是也搭搭搭搭的 今天那口试上 我今天我也特首没拔 我穿你这身以后跟这就不一样了 自己都应该保持良好的心态 积极向上 不要把自己握在家里的 完了过那些无知无二的生活 生活就应该有滋有味 而且要美起来 这种美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美 除了给别人在外观上 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感觉 除外自己内心也非常的年轻态 是吧 来男嘉宾看一看 这身小礼服咋样 可以 挺好 其实我第一眼看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简易的婚纱 我也能体会到 其实在你内心深处 你特别希望把自己美美地嫁出去 是这样的感觉是吧 对 所以男士如果一个女士挺 就是精修于自己的外表 你会给她评价为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作为女同志爱美是天性 应该打扮自己 就是作为男士 是不是特别喜欢那种 爱打扮的女士 应该这样 女同志打扮是给男同志看的 不 我自己也愿意看 我自己打扮完了以后 我自己照镜子看一看 我也觉得很美 面子是你给出来的 你不宠她爱她 从前哭上脸 有啥面子 跟你的收入有关系 对 你拿你一个月 就现在吧 交价一万块钱 你看这女的 你不要她打扮 她都打扮 你要交价一千块钱 她拿什么打扮呢 现在化妆品多贵啊 咱们接下来呢 也通过短篇先了解一下呗 这么精致的跟小公主一样的女嘉宾 她的生活中是什么样的 20621号张女士 67岁 沈阳人 丧偶 企业退休 儿子已婚 别看我房子很小 但我的世界很大 因为我有一颗简单又扩大的心 人生在世 简单二枝 我就是简简单单的张少荣 我是个顾家的女人 也是个性格开朗的女人 不仅如此 身边的朋友对我的评价 也是我为人真诚 吃苦耐劳 我平时爱好旅游 但是我一般都在省内游 比如丹东啦 盘锦啦 或者是葫芦岛 复心 没走过太远呢 有机会我也想远点走 上海南啦 或者是国外啦 出去走一走 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机会 又能找着一个合适的伴侣 陪着我一块去 除此之外吧 我对家庭生活也都可以 手手无力做饭 也都是一把好手 都没问题 我相信 这样你跟我牵手 我一定会把你和家 全都照顾好 让你倍感幸福 我闲得实在是无聊 我就买了一个八五 跟一个朋友学一学 我现在刚学一个月 吹的也不好 以后我会加倍努力 好好练习 完了吹好了之后 和我的另一半 我们一块欣赏 一块玩 我很注重细节 今后呢 这个伴侣 我希望他也是 注重细节的人 这样我们才能把日子过好 我相信世间万物 唯有真情才最让人留恋 所以我抓紧时间 来寻找属于我的爱情 现在的我 只想和未来的另一半 停下来看看路边的风景 希望能找到一个能够带来幸福的那个他爱的选择 我来了 谁不爱你 你有钱 你得有 你没有钱 你才是 从女嘉宾平时生活的这一些细节上来看 您是真的很热爱生活 而且真的受不了那种孤单寂寞 而且你看女嘉宾的小衣服穿的 要年轻的有年轻的 要色彩鲜艳的 是不是 有正宗场合的 是不是 您评价一下男嘉宾今天这套合适合场合不 还可以 还可以 那哪儿不太好 反正有点老气一点吧 这还老气 是吧 那如果年轻男嘉宾的话 上身给他换成啥 戴一个T恤衫 戴条的了 潜点衫的了 颜色点的 能提点气 能提点心头 就显得脸上一下亮灯的是不是 你到公众场合 你当年得须笑额鲜 要你上一个万人大会去讲话去 因为一穿休闲你就可以 对 你穿个休闲 女嘉宾 男嘉宾见面了 首先彼此打个分数吧 首先男嘉宾给女嘉宾打个分数 95 女嘉宾给男嘉宾打个分数 也95 来 邀请二位 咱们座位来慢慢聊 邀请 你有双保吗 有 这是单位退休的 对 房子不大 房小37平 有个房子 够人住着 对 家住哪儿 北陵溪门 北陵溪门 陵溪小区 北陵溪门没到山台的 没到山台 喜乐宜址那个方向 对 爱着喜乐宜址 对 嗯 你家在哪儿啊 反正在 山梁路叫铁溪吧 在铁溪 早中午晚上两三站装溪 哦 原来的黄红树 洞全本里边的 嗯 嗯 那那房子也回钱房呗 那那房是52的 二是大单 大单也是属于回钱房吗 不是回钱 买的啥子 买了 嗯 嗯 中签费买的 啊 你工资多少 两千七 啊 多那个样 你三千多点 我三千四百 嗯 好 好 接下来再通过短片了解下 你嘉宾的感情经历 我原本以为 爱情就是用你的爱 去换取别人的爱 可后来我发现我错了 付出不一定会得到回报 我前夫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 几个月吧 我们相处几个月就结婚了 刚开始小日过得还算行 他对我也还说得过去 可结婚不到一年 他的缺点就慢慢暴露 他是一个爱抽烟爱喝酒 嗯 没有责任性的人 对家庭没有责任 对于我和孩子都是默不关心 只要自己吃好喝好 天天的喝完酒回来还耍酒粉 让我实在是没办法 确实我这就是为了孩子 勉强忍受这么多年 哎呀 太难了 确实我是一肚子苦嘴啊 跟他过这些年 但是我还是为了家庭 为了孩子忍受的 那段时间是我最黑暗无数的阶段 家里大字小情人都需要我一个人打理 孩子成为我不离婚的理由 就在去年 他因为心脏病去世离开了我 所以我也要为今后的日子做打算 我渴望找到一个滋冷之热 有担当 能够相濡以沫 共同到老的人 他能心疼我的逞强 体贴我的付出 在他宽厚的怀里 我能做回那个相夫教子 有情适水的小女人 希望今天能牵着你的手 带我去看《大切世界》 是一点爱情都没有 没有 就是凑合在一块过生活而已 对 我就为了我儿子 所以说你有感觉这一辈子 对自己挺亏欠的 对 所以我就其实 现在还趁我六岁多岁的时候 我找了一个另一半完事之后 我想就享受生活 这些年没享受过生活 就在你的想象当中 未来的生活 或者美好的生活 应该啥样 找一个男嘉宾 能跟我自同道合 能真心对我 我也会真心对他 完了 早上起来 俩人出去溜达 来买点菜 回来以后做点饭 完了俩人一起吃 就一个人吃饭 确实太难了 我就炒了巴拉嘎的白 加一点粉条 我自己吃了四顿那一盘菜 就是一个人吃饭不行 那时候做好饭以后 我自己端起来饭完 我就点热 就哭 就觉得太难了 太苦了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在这个生活当中渴望 像女嘉宾那么渴望 有人陪着她 不管是走也好 吃饭也好 干啥也好 都希望旁边人陪着 你有这样的渴望没 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阿姨现在 算是经历了一些人生坎坷 她自己活得通透了 阿姨实际上是我们爱的选择 也是粉丝了 她原来并没想这么 我就这么过了 可能过儿子过儿媳妇就行了 实际上曾经阿姨错误的 把自己的未来余生寄托在儿女上面 生活过儿子 然后儿媳妇 将来是孙子孙女 孩子 但是直到有一天 阿姨发现 其实儿女还有儿女的生活 然后有的时候 你期盼情感的归宿的时候 儿女并不能给你 所以阿姨现在算是活得通透了 才着急找老伴的 你寄托人 谁呢也不好使 谁都指不上啊 没有用啊 女嘉宾她找老伴的一些要求 就是能够两个人在一块儿 你懂我 我懂你 也有你爱我 我也要爱你 这样的一个过程 更重要的是 对方一定要责任心 是吧 对 那什么样的男人算是有责任心呢 我要是感觉不太舒服 你能给我做个饭 或者是我要有什么事的话 你能支持我 我要出去那个上谁家去创个门呢 你不能反对我 你只能说是愿意陪我去陪我去 不愿意陪我去 你可以在家我自个儿出去 就是说在细节上嘛 你注重细节对吧 你刚才形容的这些事 如果男人能够做到 就算是靠谱的男人了 值得跟他生活 对 男人对家庭 对孩子 对爱人 都有责任心 不自私 这样的男人是有责任心的 哪一种算是不自私 挣钱给老婆花给孩子花 不给外边小三花 不能藏私房钱是吗 对 你真要遇到藏私房钱 你怎么处理 您家家法是啥 家法那就是滚蛋 扫地出门一点毁过的机会都不给啊 对 好嘛不是回头扫 来 男嘉宾藏过私房钱吗 藏过 藏过多少 过千 过千 就是一千多点吧 过千不多 不多啊 但是我花钱从来都是光明正大的 攒完钱告诉我老婆一个惊喜 你回头藏的这些私房钱 不是你藏的私房钱回头还给他 不是我藏的 而是我日常 攒的 激攒下来的 我问一下四号女嘉宾 你就自个偷摸攒的算不算私房钱 他藏私房钱 那要钱管老婆要 那为啥藏啊 藏他就是有目的 有机会他就该偷私情了 他一定会把握不好 是不是啊 对 他攒五毛钱那时候 行是给媳妇的 等他攒一万的时候他就不想给了 对 对 天哪 所以他 所以如果这位男嘉宾在你家的话 就被扫地出门了 对 回不来了 没机会 人家有的好扫 有的扫不出去 刚才所说的这个 如果要是真的对方 没有自己的一些提起钱的话 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少了很多乐趣 因为他给你的意外的惊喜就没有了 我觉得如果要是真的聪明的话 生活当中你需要给人家一点活动的余地的 如果要是他真有活动的余地的话 他还用在你的身上 那给多好啊 叔叔现在的表情就是 我真的不能给你惊喜 否则你给我惊吓 跟四号阿姨在一起过日子 有点惊险呢 所以二号女嘉宾 刚才你觉得一千块钱不算是多 这不算是私房钱 对 但是你对他这种行为能接受不 就没事了藏 那倒无所谓 男统治手里头应该让他有点零花钱 要不出去 万一我朋友见面了 完了给一块吃点饭喝点酒 拿不出来钱 那多掉价啊 所以你认为男人之所以藏私房钱 就是女儿没做到 不用藏 月月的应该给你手里头留点零花钱 也就是说他的工资都给你 留几百块钱零花钱 所以他的工资要都交给你 然后你再给他博 是这意思吗 对 人家需要就给一点呗 男嘉宾二号你家费算大话呢 可以 可以 其实我总想说是 我对我们夫妻之间这件事 不存在谁私房钱不私房钱的问题 不过前期就是生活的时候 咱俩是买什么都在一起 办事都在一起 花钱的东西吧 他也心知肚明 每次给我钱的 多了少了一番就花 花没我再给你 但是我就是凌钱凑整钱 我就跟他攒着 他也知道这种事 嗯 到时候我就说 用钱说 我说我再还有个拿点 他就给他个惊喜 他也不懂那么事 他心里他自己留点 花的劲呢 也不懂 也不能包固 全包固 假如说这么行 对 你看他长多少呢 你说 打个比方 我是媳妇 我舍不得给你妈花钱 你长点给你妈 你这行 对不对 有 啥事都有 但是他妈有啥事都我给花钱 他家有啥事都我花钱 你还长钱呢 您希望两个人在一块的时候 穿婚纱吗 怎么说呢 穿也可以 不穿也可以 所以因为这个年龄呢 只要是真正的 俩人不分心 是最好的 嗯 其实我觉得也需要一个仪式感 对不对 来吧 接着想二位来到我身边 来 如果真的遇到一个爱她的人的话 我觉得应该给她一个完美的 童话般的爱情 以及婚礼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 一定要仪式感 今天这不是婚纱 咱还有更美的婚纱 在你最幸福的那一刻穿起来 好不好 好 咱们稍后见好不好 再见 两位女士呢都已经上台了啊 那接下来就要进行我们最终的选择了 那为了让你选择的更加的明确 或者给你点时间 先进入我们爱的考验 掌声向两位女嘉宾再次登场 来 请看大屏幕 一 再找另一半最看重对方哪一点 二 婚后能接受我的爱好吗 三 再婚财政大权该如何支配 四 再婚之后两个人的收入会放在一起花吗 五 最不能够忍受另一半什么缺点 六 你认为再婚之后最多花多少钱需要和我商量 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 来问男嘉宾 婚后财政大权如何支配 男嘉宾请回答 给女方支配呗 那当然还是女的管好 男的你都交给他 他给你拿跑男的 好 二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 婚后能接受我的爱好吗 是的 我的爱好我都可以接受 我的爱好就是旅游 旅游 爱玩 你的爱好都接受 有钱的可以 那你看费用有钱 你没有钱你非要去玩啊 你吃吧 师哥都不温饱 下一位他有俩学户 你那份子谁 你还留着 钱抽无了可以 对 男嘉宾选择一道题问对方 第五 第五 最不能忍受的另一半是什么缺点 偷大言 去大酒 对 婚外行吧 二号女嘉宾回答 喝酒 刷酒缝 好 来 接聊请三位到我身边来 好 接聊我把花交在男嘉宾的手上 好 有请三位背对背帐好 来 有请 好 在我倒数三个数之后 做出你们最终的选择三 就是我心里边特别想啥 她心里边能明白 即使说经济条件不行买不上 那把话说给我听 让我感觉到也舒服 找一个男嘉宾吧 能跟我自同道格 能真心对我 我也会真心对她 我要是感觉不太舒服 你能给我做个饭 或者是 我要有什么事的话 你能支持我 二 在这个事吧 走走组合大小河上 看看三位行 跟她待着也没啥意思 走走是最好的 冬天上南访 这个六到六点 我想这个韭菜沟城谷四川 什么三亚我都去了 俩在一起了 要谈感情 用什么去谈 用真心去过 真心对一对眼睛 真心怎么对待呢 用钱 没有钱 你谈不了这个感情 这种钱能表达你的感情 对对人的这个表达 一 买什么都在一起 办事都在一起 办事都在一起 花钱的东西吧 她也心知肚明 每次给我钱的 多了少了一番就花 花没我再给你 但是我就是凌点凑等下 我就跟她攒着 她也知道这种事 选择环节 面对两位性格迥异的女嘉宾 她会做何选择 二号 有套户 所以一号不行 可能选一号呢 不要走开 广告很短 稍后为您揭晓 那次真的很凶险 她只是转一下头 突然眼前一黑 整个人就像被电晕了 幸亏及时 要不然 这个家就垮了 我希望 老公的颈椎病快点好起来 颈椎不疼 脖子轻松 还能冲起这个家 快轻松排健康胶囊 专门治疗颈椎病 反复发作 颈椎不好 用对药 快用快轻松 你的边界 由你自己掌握 爆发 你可以更强 双慧王中王 肉量足更好吃 不断突破 更新更强 健康伟味 就选双慧 好 再有倒数三个数之后 做出你们最终的选择 3 2 1 请选择 2号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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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非常的遗憾 来吧 有请三位来到我身边 来 男嘉宾没有转身的原因是 我以前的 很好 刚分一个来遇会 从小的 对比之下吧 不太理想 来 我问一下 1号你嘉宾没有转身的原因 就觉得不踏实 不踏实 不踏实 为啥 你对他不信任 了解得太少 了解得太少 并不是这个人有问题 是这意思吧 对 所以说你是属于慢热性的 嗯 那你怎么在我们这个舞台上牵手呢 经常看这节目 只是你需要一段时间 可能台上不能牵 台底下了解时间长了 有可能是吧 来 2号你嘉宾没有牵手的原因 白打麻镜 还喝白酒 不喜欢 都接受不了是吧 好 非常遗憾啊 没有牵手成功 但是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 你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 好不好 非常感谢你的参与 再见 谢谢你的参与 再见 能找个不有贤惠的 能找我自己互相关心的 有爱心的 不好意思 身体好 心特别好 善良 能真心对我 我也会真心对他 我们一起度过晚年后半生 我想找一位懂生活的男士 我俩互相拆服走完下半生 我想找一个身体好 能以后能踏踏实实跟我过下半生 对我好的那个男人 我想找一个自我懂我爱我的男士为伴 什么年龄 我们都不应该放下那颗青春澎湃的心 无论经历了什么 你都要